小犀牛蹦蹦跳跳 似乎对一切充满好奇心 这里看看那里瞧瞧非常雀跃 张开嘴喝奶样子呆萌又可爱 她是新竹一间主题乐园 犀牛家族的新成员 犀牛妈妈淘太郎 上周六两分钟顺产生夏 现在的状况大概预估 又还没办法秤 所以大概应该有60公斤左右 然后现在吃得饱睡得好 淘气得很 然后妈妈最近也比较没那么紧张 她也比较可以让我们接触她 像之前我这样碰她 她都会跑掉 犀牛妈妈已经15岁了 这只犀牛宝宝是她生下的第五胎 总是喜欢黏在妈妈身边 一起睡觉用餐 熊犀牛宝宝健康诞生 原方也举办了命名票选活动 以妈妈淘太郎淘字为姓氏 有淘福淘喜 桃源大溪淘之柱淘宝等等 让大家票选出最细菁的名字 暑假期间不只有可爱犀牛宝宝 花莲记上次出现抹香精后 又有罕见精群出现 蓝蓝大海好几只排成一排 徜徉在海中 这样子的刮头巾其实她个性非常的害羞 虽然她的体长大约是2.5到2.7公尺 可是她逊举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庞大 然后甚至于跟船只都有一些互动 能够靠近船只 一只又一只刮头巾跃出水面 刮头巾脑袋尖长就像木瓜 身体呈修长水雷状 胸膝长又尖锐 动作缓慢有韵律感 大约每2到3年出现一次 上次出现是在2022年非常罕见 让民众看得好兴奋 TVB的新闻 陈世民高志宏和可言新竹花莲采访报道